大家好,欢迎来到中老年讲堂,如果您觉得堂堂的视频还不错的话,可以点击订阅并给堂堂点个赞,还可以分享给您的朋友,同时点亮小铃铛接收最新动态,您的支持是堂堂最大的动力。 这些年,居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到长寿这个话题了,那么,怎样的人会更长寿呢? 有人说是健康饮食,有人说是乐观心态,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几个小测试,看看你是否具备长寿的特点。 腰尾,腰太粗,难长寿。肥胖是多种疾病的凶手之一,尤其是复古肥胖人群。 美国研究人员根据11项研究中超过60万人的医疗数据分析得出,腰尾超过109厘米的男性比小于89厘米的男性,死亡风险高50%,相当于40岁后预期寿命减少3年。 腰尾超过94厘米的女性,比小于69厘米的女性,脏亡风险高80%,相当于40岁后的预期寿命减少5年。 要知道,肥胖不仅容易诱发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等慢性病,还会增加肠癌、肾癌、主线癌、宫颈癌等多种癌症的发病风险。 1. 自测腰围 保持站立,用软齿在肚脐的水平线上绕腰一周,量其周长。健康成人的腰围应该是男性小于85厘米,女性小于80厘米。 2. 改善建议 2. 长时间保持挺腰收腹的姿势,在锻炼腹部肌肉的同时,对减少腰围非常有用。平时也可以尝试以下两个小动作。 3. 单三轮车 3. 腰背始终保持弯曲 3. 双手抓于椅子两侧,身体向后倾,两腿伸直,脚体收腿,保持腹部发力。 4. 二十个一组,左四组 5. 平板收腹 5. 手肘趁于椅面,保持手肘在肩膀的正下方,两脚打开与肩同宽。 5. 身体保持一条直线,切勿塌腰,臀部下放,弓背向上,保持腹部发力。 5. 二十个一组,坐四组 5. 脖子 脖子粗,心血管风险大 5. 脖子粗,心血管风险大 5. 美国一项研究发现,脖子越粗,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越大。 弗雷明和心脏研究学会专家调查显示, 颈围每增加3厘米,男性体内的高密度脂蛋白平均降低0.12毫米每身,女性降低0.15毫米每身,从而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 1. 自测颈围 保持身体直立,双臂自然下垂,请别人帮忙用软齿测量脖子最细的地方,即第七颈椎,低头时后脖子最突出处,到喉结下方的周长。 正常人的颈围应该是男性小于38厘米,女性小于35厘米。 2. 改善建议 脖子较粗的人,建议每天吃点坚果,因为坚果含有不饱和脂肪酸,有助于维持血液中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浓度,辅助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 注意,脖子粗还可能预示甲状腺疾病,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等疾病,应及时排查。 3. 走路 走得快的人更长寿 走路需要骨骼、肌肉和神经系统的完美配合,还需要心血管系统和呼吸系统的参与。 人在走路时,身体会自动调节步伐,让步速与自身功能相适应。 因此,这能比较直接地反映一个人的身体素质,对预期寿命长短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美国匹兹堡大学的研究者也曾指出,平均走路速度超过1米每秒的人寿命较长,而步行速度低于0.6米每秒的人,死亡的风险相对较高。 1. 自测步速 按照正常的步速行走,测试自己走10米所需要的时间,在除以时得到每秒的速度。 普通人的步行速度一般是0.9米每秒。 2. 改善建议 影响步速的原因众多,包括年龄、疾病、锻炼等,刻意提高步速并不能延长寿命,尤其是患有严重心血管疾病、细关节疾病的人群,更不能盲目快走。 一般来说,每周五天,每天30分钟以上的中等强度锻炼,有助于增强体质,使步率更轻快,辅助延长寿命。 2. 如果发现家中老人短时间内步速下降较多,需要警惕健康问题。 3. 必要时积极检查治疗 握力 手劲大,死亡风险低 2016年,一项多国联合开展的研究发现,握力比收缩压能更好地预测死亡风险。 握力每下降5000克,因慢性病死亡的风险增加16%, 心脏病风险增加7%,闹促重,风险增加9%。 全球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刊登的加拿大一项研究显示,握力减退,预期寿命也会随之缩短。 1. 自测握力 第一步,保持站立,双脚自然分开,双臂下垂。 一只手拿住握力剂,并使出全力握紧。 读取握力剂数值,可多测试两次,取最好成绩。 第二步,计算握力体重指数。 用握力,千克,除以体重,千克。 如果数值大于0.5,说明肌肉总体力量较好,体质不错。 如果数值小于0.5,则说明体质较差,应加强锻炼。 2. 改善建议 握力体重指数较小的人应注意锻炼肌肉,尤其是随着年纪增长,肌肉逐渐流失的老年人。 平时可通过拧毛巾,举矿泉水等方式进行锻炼。 年轻人则可以进行俯卧撑,引体向上,深蹲,卷腹等迷动。 性格 性格好,更长寿。 性格也是营效寿命的一大因素。 性格好,乐观开朗的人更容易长寿。 1. 自测性格 在医学上,人的性格通常被分为A型、B型、C型三种。 A型性格又称为经理性格。 这类人喜欢竞争,经历旺盛,有紧迫感,受老板欢迎,已成功。 但也亦悲观,烦躁,动怒等。 美国西北大学医学院研究发现,A型性格的人亦患高血压。 B型性格的人从容不迫,乐观随和,随遇而安,容易感到幸福。 也被称为长寿性格。 上海一项调查显示,90岁以上的长寿老人中,B型性格占83%。 C型性格的人亦焦虑,喜欢生闷气,常有孤独感和无助感,过分压抑情绪,意识内分泌紊乱,脏腑功能失调。 有研究表明,C型性格的人肿瘤发病率比一般人高三倍以上,因此也被称为癌症性格。 2. 改善建议 1. A型性格的人可制定恰当的目标,培养兴趣爱好,时刻提醒自己控制情绪。 2. B型性格也有不足之处,如时间观念不强,过度乐观等,平时应给自己制定计划,别忽视身体不适症状。 3. C型性格的人要学会宣泄情绪,不要过度压抑自己,可以向朋友倾诉或写日记。 5. 五个习惯,看似不健康,却能让你更长寿。 4. 喜欢抖腿 生活当中喜欢抖腿的人有很多,这类人平时坐下来的时候,会习惯性地抖动腿部,感觉这样很舒服。 抖腿在多数人眼中是一种坏习惯,看上去很难看,其实这个动作对身体是有一定好处的。 现在很多人上班的时候总是久坐不动,时间长了之后,体内的血液循环会受到影响,肌肉力量也会下降,对身体健康不利,不容易长寿。 想要让自己更加长寿,平时自己可以适当抖动腿部,这样对身体有好处。 在抖腿的时候自己要注意自制,适当即可,防止自己养成一坐下就抖腿的习惯,这样是不好的。 习惯自言自语 在多数人眼中,自言自语并不是个好习惯,但适当的自言自语对情绪是有好处的。 适当的自言自语有正经的作用,当我们感觉紧张的时候,它可以帮助我们调节情绪,增加安全感,对身体健康是有利的。 习惯赖床 在生活当中,赖床不算是健康的习惯,事实上,适当的赖床能够预防头晕等不适症状,对预防中风也有一定作用,能够让我们更长寿。 在早上醒来的时候,身体一般不会马上清醒,立刻起床可能会出现头晕等不适症状,还可能增加中风风险。 所以,平时起床的时候,可以稍微赖床几分钟,给身体一些调整时间,这样会更好。 站着吃饭 有相关的研究表示,站着吃饭对肠道蠕动有利,对消化是有帮助的。 人的消化功能好,身体也能更长寿。 平时坐着吃饭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感觉轻松,不知不觉吃很多。 等到站起来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吃得有些撑。 长期如此对身体不好,平时要多注意些。 每天吃好几顿饭 一般,我们习惯一天当中吃三顿饭,觉得这样的饮食习惯是比较好的。 在一天当中,吃多顿,通常被视为不健康的习惯。 其实,一天吃多顿是可以给肠胃减少负担的。 肠胃变好,人也能显得更年轻。 只是,一天吃多顿,要注意计划好饮食时间,要有一定的规律。 这样对身体才有利。 要多注意这一顿饭。 我想的是,一个人能不能长寿,只用看脚就知道了。 快发给身边朋友看看。 中医认为,脚是人体第二大脑。 树枯根先解,人老脚先摔,一个人长不长寿,其实能从脚部得到答案。 脚部的穴位很多,还有成千上万条,末梢神经。 特定穴位与体内脏气之间都有着密切相关的联系。 因此,脚部对身体的重要性显而易见。 那么,如何通过脚部看健康呢? 一,看颜色。 一,看脚底颜色。 五色变病是中医学内容之一,五色为青翅黄白黑。 中医学认为,正常脚底颜色略红,也就是说脚部最佳的颜色应该是红润。 如果出现以下颜色情况,最好去医院进行检查。 红色十分明显,可能有热,颜色发青,可能有寒。 出现异常的黄色,可能有肝胆疾病。 发白,除可能有寒症外,还可能是营养不良和贫血。 发紫或发黑,可能血液循环差。 二,看脚指甲颜色。 脚远离心脏,脚指甲是最远的,就像珠穆朗玛峰的峰间。 如果脚指甲红润有光泽,说明人体血液循环好。 一般健康长寿人的脚指甲就会呈现健康的粉红色。 同时,脚指甲上也有月牙哦。 约占指甲的五分之一,如果按一下变白,松手后很慢才能恢复原态,说明循环不好。 这个叫压红实验,能够反映脚部血液循环状况。 循环不好,营养就不好。 脚上一旦有风吹草动,你可能就会得病。 有人容易得灰指甲。 脚指头疾病也是因为血液循环不好。 抵抗力不行,容易被病毒侵害。 如果你发现自己的脚指甲变成了苍白色,没有一点血涩的话,那就要考虑自己是否营养不良或贫血。 这时,你可要更加注意自己的饮食,保证每天摄取充足的热量。 如果指甲上有纵横条纹,表示肌体虚弱,抗病能力差。 这时,应注意多参加体育锻炼,避免久坐久站,强健身体。 三,看脚指腹颜色。 健康的脚指腹应该是红润且饱满的,颜色过白过红都不好。 太红说明淤血多,静脉不好。 淤子说明静脉回流不好。 如果指腹有皱纹,不饱满,也说明脚部血液循环不好。 二,摸温度。 老人脚一凉,多为肾阳不足或保暖不当。 这类人应多吃一些杏暑温热的食品,如羊肉、大蒜、生姜等,以提高集体耐寒力。 若脚新热则可能是阴虚内热,应多吃一些绿豆、冬瓜、瘦肉等。 干粮滋润制品,少吃羊肉、韭菜、辣椒等温造制品。 如果脚部温度不高不低,能够自行进行体温调节。 外面冷的时候脚是热乎的。 外面热的时候脚也还是那个温度,就说明脚部血液循环非常好。 相反,天一冷脚就冰凉,天一热脚老出汗,就说明脚部血液循环不是很好。 所以,长寿制人的脚底温度应该和双手是一样的,温热适中不凉不火。 三,养身先养脚。 一,锻炼脚指,建议大家可以通过用脚指抓地等举措来锻炼脚指,强身健体,达到长寿的目的。 做法,取站立或坐子,双脚紧贴地面与肩同宽。 脚指以抓地放松相结合的方式,交替刺激经络。 练习用二指和三指夹东西,然后反复将脚指往上扳或往下扳,同时按摩脚指,可刺激脚部血尾,强身健体。 二,经常泡脚。 平时多泡泡脚也可以达到养身长寿的目的。 中医认为,热水洗脚甚至补药,每天泡脚15分钟就能发挥保健作用。 另外,在温热的水里加点中草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的同时,可以使药效被皮肤吸收作用于人体,达到良好的保健作用。 三,互打双脚。 中医认为,脚与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 光在足底就有136个穴位反射区,分别对应人体的五脏六腑各个器官。 经常双脚互打,等于在调理全身五脏六腑。 尤其在冬天,双脚互打更是不可缺少,因为百病从寒起,寒从脚下伸。 有很多老人通过双脚互打后,发现比热水泡脚还要实惠有效。 四,按摩脚筋。 人的筋支根就在脚部,治病要支根,养生也要调根。 因此,直拉身体的筋而不把脚部的筋拉开是治标不治本。 把脚部的筋拉软,不仅能够变得强壮,也年益瘦,而且还能够改善人不好的脾气。 当然,拉脚部的筋有很多的方法,和舞蹈家一样的那种拉法并不适合中老年朋友,所以最好操作同时又比较方便的,就是搓揉脚底板的脚筋。 脚面有个凹陷,一般的情况根本刺激不到,这也就是为什么泡脚效果好。 因为热水可以刺激凹陷的地方,在这个脚凹陷的地方有很多精妙穴位,比如长寿的泳拳,足根有三胶筋通过,这些都要排打到。 最好是用一定的力度往里头揉捏,可以触到一根比较粗紧的筋,按揉以发热,筋络舒服为准。 按揉时,应用指腹,不要用指甲刮,所以脚这个平时最容易被我们忽视的部位,却是养身长寿的不二法门。 做好了脚部的养护,健康长寿很容易。 四,脚部衰老的五个表现。 当人衰老时,脚部会有这四个明显的变化,如果还没发现,说明身体还很年轻,是长寿体质。 一,脚胀变薄。 年轻时,脚胀是比较厚的,充满了弹性组织,脂肪组织,可以使身体保持平衡。 当人变老时,这些胶原蛋白会流失,脚部支撑能力变弱,人走起路会不稳,像是用骨头在走路。 而且行走一段时间,脚部非常不舒服,容易酸痛。 二,皮肤变干。 年纪一大,脚部最先出现缺水现象,脚趾容易起皮裂开,同时由于汗腺退化,脚质层变厚,皮肤过度老化。 双脚会出现老茧。 实际上这是身体保护脚部的一种正常反应,因为脂肪流失,脚部很难支撑整个身体。 而这些老茧可以减少部分来自身体的压力,避免轻轻一推就摔倒。 三,脚背变平。 足弓是人类特有的骨骼,可以承受身体压力,缓冲运动时带来的震动,从而保护脚底的血管和神经。 人开始变老时,韧带,肌腱,肌肉就会伸展,松弛,导致足弓变平,脚部整体看上去就非常平坦。 四,关节疼痛。 人摔老时,双脚的关节会跟着老化,引起关节炎等慢性疾病。 关节炎一般会清洗脚趾和怀关节。 这两个部位经常出现疼痛和僵硬感,灵活性变差,大不如前。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您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别忘了分享给朋友一起讨论。 YouTube和Facebook都能找到堂堂哦,期待看到您的关注与互动。 大家好,欢迎来到中老年讲堂。 如果您觉得堂堂的视频还不错的话,可以点击订阅并给堂堂点个赞。 还可以分享给您的朋友,同时点亮小铃铛接收最新动态,您的支持是堂堂最大的动力。 中医认为,我们的脚部分布着众多的经络穴位,因此脚部被称为人体的第二个心脏,同时也是支撑机体和人体的重要部位。 脚底的很多穴位与人体内脏器官紧密相连,脚部健康甚至会影响到人体背部。 肝脏,肾脏,心脏等器官的运行。 所以在中医传统养生学中,尤其注重通过足浴,脚部按摩的方式来达到养生保健的目的。 那么有人表示,既然脚部那么重要,是否可以从脚上看出寿命的长短呢? 一个有趣的故事或许能给你启发。 一,从脚部可以看出寿命的长短吗? 古时候,有一位家产万贯的商人,他为商的准则就是以利为先,在街边沿途做生意。 也经常击邻周边的小贩,百姓们也都惧怕他。 这位商人是巷子里出名的恶霸,经常哄抬物价,用恶劣的手段敛财。 但他也有一个会对人们深赞的优点,他对自己的老母亲十分孝顺。 老母亲年岁大了,他也会不惜高价来帮助母亲寻找延长寿命的方法。 这一天,小镇上来了一位穷困潦倒的郎中。 他恰巧听闻这位富有商人的事情,主动请应要求去帮助他母亲,看看情况。 商人得知后很高兴,很快便找到郎中,盛情邀请他去给母亲诊断。 郎中到了商人家里,却要求商人老母亲脱下鞋子。 大家都很费解,郎中却自豪地说,先看看脚,他就能看出老母亲寿命的长短了。 大家都很诧异,听到这里,你是不是也很好奇,这郎中说的是否可行呢? 我们的脚每天被我们踩在身体最下面,很少有人真的关注到它,可能在我们晚上入睡前泡脚时还会注意的多一些。 正是这被我们忽略的小器官,是我们身体的第二方大径,也确实可以反映我们身体的一些状况,也可以让我们发现一些关于身体健康问题的征兆。 例如,脚疼可能是痛风,脚麻可能是腰不好等等。 那观察脚真的能帮助看出一个人寿命的长短吗?答案是肯定的。 大致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1. 观察脚部皮肤 临床研究人员可以根据脚部表层状态,判断一个人的健康状况。 正常情况下,健康的脚部表层会呈现微红色,而且水润光滑。 当人体健康出现异常时,脚部表层状态也会发生相应改变。 在不考虑缺水因素影响下,如果脚部呈现出粗糙、干裂、褪皮等状态,甚至出现反复脱皮、脚部肾穴等症状时,可能表明身体缺乏必须的维生素。 平时生活中,注意及时补充。 2. 观察脚趾 一般而言,脚趾既大又长,又宽厚的脚底板的人普遍长寿。 反之,脚趾又瘦又短,脚部窄小的人寿命会相对短一些。 从古至今,素有足小趾粗大厚持者,肾即多肾,足小趾细小,皮薄者,肾即多衰的说法。 简单的判断方法就可以从观察脚趾开始。 3. 观察指甲 脚趾颜色呈现粉红色,脚趾上的小月牙大约占脚趾的五分之一。 说明身体还是很健康的状态。 在身体比较健康的情况下,我们身体的血液正常流通,氧气,各类营养物质等供应充足。 我们的指甲才会红润通透,指甲也会非常坚硬。 如果脚趾夹颜色发白,就可能是营养不良或者贫血导致,要及时改善饮食结构。 如果脚趾夹上有纵身条纹或向上翘起,暗示着身体可能很疲劳,身体机能下降,要多注意改善日常习惯,以便维护身体健康。 4.观察脚底颜色 脚底颜色如果呈现略红,与正常皮肤颜色接近,说明你身体很健康。 如果比正常肤色红很多,说明你脚底很热,或者这个时候你可能在生气。 如果比正常肤色白,说明营养可能没跟上。 若发紫或者发黑,说明血液循环不是很好。 5.观察脚部温度 古话常说,寒从脚气,所以脚部的温度与我们的健康、寿命也息息相关。 脚部温度不热不冷,能根据身体适应调节,说明身体很健康,异常瘦。 如明显感觉脚部温度很冷,也可能是保暖不当或肾有了小毛病。 如果明显感觉脚部温度很热,中医一般会认为是应虚体热, 一般要多放松身心,转移注意力等。 一些女生朋友们在冬天会表示,手脚冰凉经常挨动,其实这是正常的现象。 冬天温度很低,身体首先会去保护心脏的温度,则流向四肢的血液就会减少, 手脚就会感到很强的凉意,所以这个不用担心。 六,观察脚部状态,发麻,疼痛等。 首先脚部发麻,如果姿势不振,肌肉组织受到压迫,或者长期撬二郎腿, 很容易影响到人体下肢正常聚液循环,出现脚部发麻的症状。 如果及时调整,身体逐渐放松,这种症状一般也会在两分钟到三分钟左右得到缓解。 如果不是因为肌肉影响或姿势不振所致, 短期内由于血流因素导致持续性发麻, 这时需要多加注意,以免长时间下肢血液循环不畅, 血液受阻导致其他严重问题出现。 如果脚部经常出现发麻状况,可能是腰部神经出了问题, 脚部的神经是从腰部发出来的, 所以脚发麻很可能是腰部出现了问题,神经受到了压制。 如果脚部经常出现疼痛, 女性朋友就可能和激素分泌有关, 影响了身体内部体液循环。 如以上几个方面,你都可以观察仔细了, 并且没有一些不良的表现, 至少说明你的身体还是比较健康的。 通过观察几种脚部状态, 也有助于看出寿命的长短。 看过以上几个分析层面, 我们也可以大致看出寿命长的人们的脚部有哪些特征了。 脚是我们很重要的部分之一, 它可以传递给我们许多关于健康的信号。 那我们平时该怎样保护我们的脚呢? 2. 怎样保护我们的脚? 1. 选择合适的鞋子。 我们在外出时,长时间都要穿鞋子, 所以,给我们的脚准备舒适的鞋子也尤为重要。 要根据自己的走路习惯, 选择舒适宽松的鞋子。 2. 清洁。 在外奔波一天,我们都会习惯性的洗洗脸,刷刷牙。 我们的脚也需要清洁, 可以选择室温的水来泡脚。 40摄氏度左右的热水来泡脚, 可以帮助我们缓解一天的疲劳, 改善血液循环,促进代谢, 更好的养生保健。 3. 足疗。 越来越多的人会去做足疗按摩, 我们的脚底部有许多穴位, 长寿穴之一的泳泉穴就在脚掌前三分之一处。 俗话说,若要老人安,泳泉肠温暖, 经常按摩按摩穴位也可以帮助我们长寿延年。 以下的穴位经常按摩非常有益处。 1. 泳泉穴。 平时经常按摩泳泉穴不仅有利于降低心脑血管疾病和高血压患病概率, 而且对于这类患者来说还能起到促进血液循环, 放松身体,促进恢复的功效。 泳泉穴位于脚部第二根和第三根脚趾足根与足端平衡连接线位置上, 我们可以通过顺时针按摩泳泉穴30次到50次的方法, 每天按摩一段时间, 对于促进血液循环,调节机体循环能力很有帮助。 2. 泰西穴。 泰西穴处于足内侧脚根骨渐筋与脚踝后方之间凹陷处, 双侧呈对称状。 平时适当多按摩泰西穴, 不仅能够改善自身腰酸背痛、腰气酸软等症状, 还能起到益肾补须、失眠降活等功效。 每次按摩30秒到50秒,长期坚持, 对于改善人体循环能力大有弊益。 3. 昆仑穴。 在人体经络中,昆仑穴是属于足太阳膀胱筋位于根腱与脚外怀之间的凹陷处。 足部外怀后方,如果平时经常出现腰痛、脚跟痛、肠胃不好、下肢麻木等症状, 可以通过按摩昆仑穴进行改善。 不仅如此,经常按摩昆仑穴还能起到强健腰腿、疏通筋络、消肿止痛、通筋化瘀的功效。 尤其是对于头晕腰痛、头痛等症状,治疗效果更佳。 4. 锻炼。 运动锻炼可以帮助我们增加代谢量,有助延长寿命。 当然了,运动也要适量、量力而行。 故事后续来了,郎中给商人的老母亲诊断后,发现老母亲的脚步红润,指甲也很健康,没发现异常。 但他却对商人说,老母亲危在旦夕,需要你为他祈福才行,静忌作恶,要善待他人,母亲才能真正掩念易受。 商人吩咐下人给了郎中数百两银子,郎中开心地离去了。 商人也为母亲改变了自己的性格,和小镇里的百姓一起和谐的生活。 其实,通过商人介绍不难看出,脚步健康至关重要,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质量。 因此,平时不妨按照商人介绍的方法做好脚步保养,尤其是需要注意脚步学位保健。 长此以往,相信健康长寿一定非你莫属。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您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别忘了分享给朋友一起讨论。 YouTube和Facebook都能找到唐唐哦,期待看到您的关注与互动。 大家好,欢迎来到中老年讲堂。 如果您觉得唐唐的视频还不错的话,可以点击订阅并给唐唐点个赞,还可以分享给您的朋友。 同时点亮小铃铛接收最新动态,您的支持是唐唐最大的动力。 刘奶奶今年72岁,身材微胖,患有高血压、高血脂等慢性病,平时一直吃药控制。 为了养生,刘奶奶每天早上都去公园锻炼身体。 前天早上,刘奶奶锻炼后想拉腿,发现右脚怎么也抬不起来。 于是,她卷起裤子检查腿脚,发现右脚上有一大片蓝紫色淤青,吓了一跳。 到医院后,医生安排刘奶奶做了血管采钞,随后被确诊为国动脉瘤,并在右脚国窝形成血栓。 之所以有淤青,是因为血栓脱落,堵塞及小动脉。 幸运的是,刘奶奶及时发现病情,血栓堵塞不算严重。 只要接受常规治疗即可。 医生表示,血栓的发生可能跟刘奶奶的高血压和高血脂有关,许多疾病的征兆可以体现在脚上。 如果能及时注意,早发现,早治疗,有时真的能救命。 一、一半以上的人患有脚病。 中华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的一项调查显示,我国有一半以上的人患有脚病。 其中,成年人的患病率更是高达75%。 脚病高发主要跟三个方面有关。 首先,人们对于脚部卫生和护理不够重视。 有些人经常不洗脚,一双袜子穿几天。 其次,与穿高跟鞋有关。 三、双脚无法得到放松,进而导致过敏、足血、足底筋膜炎、关节畸形等疾病。 最后,是人们缺乏脚部保健一事,对一些症状没有重视,等严重时才就诊,错过时机。 二、发现脚变长变宽要重视。 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的脚有变长变宽吗? 这可能是衰老的迹象。 有调查指出,与年轻时相比,55.1%的老年人的脚变长了。 67.4%的老年人的脚变宽了。 除了脚部形态改变,老年人的步态也有变化。 39%的老人步态不正常,例如外八、走路速度忽快忽慢等,更容易导致衰倒。 北京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骨科主任医师唐康来表示, 超过7成的老人,脚病是衰老引起的退行性病变, 包括足底脂肪垫变薄、目外翻、韧带松弛、足弓塌陷等。 3.脚部有些变化并非衰老,与疾病有关。 如果脚部出现以下症状,就要当心,可能是健康正在拉紧爆。 1.脚部酸痛 大部分脚酸是过度劳累导致的,但也可能是疾病引起, 包括腰椎肩盘突出、下肢动脉硬滑、下肢静脉曲张、糖尿病足、扁平足等。 如果休息后无法缓解,建议及时检查。 腰椎肩盘突出 腰痛是首要症状,但如果刺激到神经根,可能引发脚麻、脚酸。 下肢动脉硬滑,常见症状是腿部发凉、脚部酸痛、乏力。 长期如此,很可能导致脚部皮肤变薄、腿部变细、汗毛脱落等症状。 糖尿病足 糖尿病的严重病发症之一,走路时有酸胀、疼痛感,需要停下来,还可能出现肌肉萎缩、足部畸形。 扁平足 患者的足弓张力不足,走路时更容易脚酸。 即使是正常足弓的人,一旦足弓出现劳损、韧带松弛,也会容易脚酸。 二 脚麻、疼凉 脚部发麻、发疼和发凉,可能是糖尿病足导致的。 糖尿病足会加重局部血管狭窄,尤其是肢体远端血管。 当天气转凉时,血管狭窄和血液运行不畅,会导致双脚发凉、麻木和疼痛。 严重时,还可能在夜间发生剧烈疼痛,需要服用止痛药缓解。 经常脚麻的话,一定要注意中风、糖尿病、并发症、腰肩盘突出等情况。 大家都知道,足疗捏脚是很好的一种养生方式。 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脚部存在大量的毛细血管和神经,通过合适的脚部刺激,可以起到养生的作用。 三 脚面肿胀 导致脚面肿胀的原因有很多,包括静脉曲张、妊娠、心脏衰竭等。 正常人是不会出现脚部水肿的。 当心脏半膜不能正常关闭时,常见症状就包括脚面肿胀。 另外,与心脏疾病相关的脚部肿胀,常伴有呼吸短促、乏力等症状。 如果是因为肾脏疾病引起的脚部水肿,就需要及时到医院接受治疗了。 四 脚后跟腾 如果经常脚后跟腾,尤其是走路或用手按压时,疼痛感更明显,则可能是患有足底筋膜炎。 足底筋膜是位于足弓下方的一层弹力膜,用于支撑足弓,维持足弓高度。 当足底筋膜受到反复拉扯时,可能导致足底筋膜劳损或慢性炎症。 五 脚变成紫黑色 脚部变成紫黑色与下肢动脉栓色有关,可导致血流中断,肢体急性缺血。 紫黑色说明,缺血时间较长,会增加重要并发症和节肢风险,需要进行紧急手术治疗。 六 脚趾夹发生异常 正常情况下,人体的指甲都是呈现粉红色的,指甲表面都是很光滑的。 如果发现自己的脚趾甲增厚,就要提防是否感染了美菌。 如果发现脚趾夹出现了凹痕,就表示身体缺乏某些微量元素,大家一定要多加注意。 七 脚部伤口很难愈合 通常,脚部受伤之后,伤口会很快愈合的,如果发现自己脚上的伤口很久都不会愈合,甚至还越来越严重,就要警惕疼疼尿病。 因为人体内血糖发生变化,首先就会反应到脚上,尤其是疼尿病,还会摧残脚部的神经,所以才会出现脚部伤口很难愈合的情况。 四 老人护足讲究三部曲 想让脚部跟健康预防脚部疾病,老年人要做好足部的保健。 穿对鞋子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足怀外科重心主任胡勇指出,老年人选鞋要注意三点,一是要适时,老年人下肢血管可能狭窄和闭塞,要根据季节选择合适的鞋款, 例如夏天要通气,冬天要保暖,二是鞋底不要太软,老年人脚底的脂肪层较薄,如果鞋底过薄,过软,可能导致走路不稳,容易摔跤,因此要选软硬适中,可以防滑的。 三是要方便穿,如果鞋子要系鞋带,老人蹲下,弯腰会比较费力,还可能导致血压不稳,鞋带脱落也可能让老人摔倒。 护脚泡脚 老年人的足部血液循环较差,神经功能衰退,一旦出现小损伤,就可能导致更大的隐患。 老年人可以通过护脚来护脚,但部分老年人患有基础病,尤其是糖尿病和动脉硬化,护脚时要注意水温,尽量控制在38摄氏度到40摄氏度,时间不超过20分钟。 出行运动 适当走动、锻炼对脚不健康有诸多好处,但老年人在运动时要注意安全,选择适合的方式,如果患有糖尿病足、贫足症、脚跟痛,就不适合采鹅卵食。 俗话说,脚是人体的第二心脏,通过脚不变化、治疾病的同时,我们也要爱护它,你学会了吗?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你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别忘了分享给朋友一起讨论,YouTube和Facebook都能找到糖糖哦,期待看到您的关注与互动。